选年大家会想起 可爱的仓鼠 或是后行的过街老鼠 当明慧去找过他们 今年当然由我仓鼠和大家拜年 一到选年 很多人都会争取带她回家 但最后可能变成 19年6月的时候 我在社交平台的一个仓鼠群组 看到那只仓鼠被遗棄在垃圾房 我接了她回来 立刻带她去看医生 医生那时检查了她的伤势 照了X光 那些内藏已经不正常 然后就走了 接她回来到她真的走 可能半年的时间 其实很快 几点 Alice和男朋友Tiger 已经先后领养过四只仓鼠 他们说留意到Facebook群组 多了人说想养仓鼠 认下折 想大家想一想 比较价钱便宜 那些人就会容易放弃 那领养了她回来之后 她的生命比较短 而她的医疗费是比较大 如果假设她病了受伤 那便会订她出界 既互动物协会说 仓鼠的繁殖能力很强 一对仓鼠一年可以生超过50只 有四成人弃养的原因 就是因为照顾不了这么多只 童鼠不同命 她有人领养 但是有些就继续做过街老鼠 讲到鼠患 不得不提 由上一个鼠年已经关注问题 有却号鼠黄分之称的 立福尔原来未分 我自己其实是很怕老鼠的 最难忘的就是第一次 下去旺角街市 老鼠活跃的程度 它们好像是迪士尼乐园那样的 是直接在那儿跳舞的 那些人说鼠黄分这个绝号 它是贬低了一些愿意关心 民生鼠患的人 希望18区 区区都要出一个鼠黄分 鼠黄分走开之后的5分钟 就出现这一幕 食环厨虽然在后巷 放了几个老鼠笼和鼠蜜 但是老鼠都没有上当 2000年开始 食环厨在各区摆布鼠器 以番鼠造蜜 计算鼠患指数 最初鼠患指数是16% 03年沙士大家注意卫生 数字大跌到10年创新低 但之后数字未能够保持 持续上升 13年至去年上半年 徘徊在3%至4% 食环厨说去年1月至11月 和18年同期相比 捕获的活鼠数目增加了大约4成 鼠患投诉就减少了大约4% 认为防止鼠患的工作有成效 有线电视记者 杜明博报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